Hello大家好,我是大时候亮哥 北京时间11月14日2023年中国第一届学庆会 田径校园组已经落下了楼墨 今天给他会介绍的是中学组女子400名决赛的比赛 而今天给他会介绍的主角就是来自山东的马小乐 今年的马小乐年龄才只有18岁 还只是一位高中生 最终马小乐以55秒11的成绩创家季夺挂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届学庆会 马小乐已经掌握了中学组女子4成400名激励的金牌 今天马小乐处在第四跑道的位置 广场比赛马小乐的最大决定对手 就是处在进屋跑道来自山西的王思雨 这个王思雨在预赛的时候 标出了56秒19的成绩 以预赛第一名的身份经济决赛 可见实力也是非常强悍的 而马小乐则排在预赛总成绩的第二名 比赛的时候马小乐起跑反应达到了精能的0.169秒 是所有选中最快的机会出去了的位置 而王思雨起跑就会稍微逊色 已经出了落后位置 不过才跑出没多久 王思雨就已经奋力冲到了第一位 反而是马小乐开头显得有点保守了 或许他也在等待时机的出现 有跑过400米的小伙伴都知道 这个400米是端跑比赛中最难驾驭的 特别是最后100米的冲刺阶段 想要实现再次加速的 那也是非常难的 因为体能已经达到了极限 除非是那种天赋异禀的选手 当比赛将最后100米转移直到战轮的时候 马小乐已经逆转冲到了第一位 而王思雨只处在第四位 王思雨似乎开头冲得太凶了 这个时候只见马小乐开始展现 他的超强火转加速能力 继续在疯狂中刺 由于这个再加速 也让身后的对手一下子就被他甩开了 对手们已经达到了极限 而马小乐却继续在疯狂加速 最后马小乐甩开对手七名远 以55秒11的成绩无需宁夺挂 而王思雨最后只获得第四名 无缘领奖海乐 马小乐这个成绩不仅创造了 自己运动生涯的新高 并且也成功达标了 国家一级运动员57秒30的表作 马小乐也掌握了自己在本届 徐青会的第二名金牌 从开头的默默我 再到最后100米的突然爆发 甩开对手七名远 创加剂 只能感叹 马小乐的个人能力真的太坚了 好了本期视频记得这 看电影体育设计室 由我大手承担 我们下下讲会